我去辞职 老板百般阻拦 还非要给我三十万 前几年我在一家公司上班 每天朝九晚五 工作认认真真 可慢慢的我发现 不管我有多努力 工作人员也做不完 而且我做得越快 工作也就越多 我他妈的项驴一样累死累活 老板年底又提了一辆宝麻 每次开会的忠心思想都是画大饼 告诫我们要努力工作 我他妈的不想吃大饼了 我年底也想吃炖肉 如果努力工作的意义就是被无情剥削的话 那我选择躺平 于是我给老板提交了辞职报告 给他赚钱的时候拿你当家人 今天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却一览无余 拿着出勤表一点一点的找扣我工资的理由 还好他保留了一点人性 没有指责我今天进公司先卖的左脚 不过人性也不多 他竟然要扣我的节假日工资 刘总 入职时不是讲好的吗 我们工资是月节 而且包含法定节假日 你现在按天结算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工作我给你工资 你不工作的时候我凭什么给你钱啊 刘总 你这零零总总的扣我两千多块 一开始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行了 你别给我逼逼赖赖的 反正就这些钱 你爱要不要 我给你的已经不少了 给你脸你要知道接着 刘总 我知道你不差这点钱 我也不想把事闹大 但是该给我的你必须要给我 要不然我就不走了 说完我就回到了公司宿舍 赖在床上不起来 躺平的感觉是真爽啊 我在宿舍一连待了三四天 老板也无奈了 这时就显出大坤了 大坤平时就总爱拍马屁 还总跟我们追他是老板的军师 又到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了 刘总 赶紧把王金条赶走吧 新人来了都没地方 而且他到处造谣说你坏话 员工都怪被他带坏了 这个王金条真是磕老鼠屎 我也没想到他能耐这么多天 你有什么办法吗 大坤黑黑一笑 行了刘总你就别管了 交给我吧 今天我就让他滚蛋 说完 大坤就带了两个人来宿舍找我 我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大坤上来就开骂 王金条 你真是给脸不要 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 赶快给我滚蛋 你要是把工资给我补上 我立马就走 我看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搁几个给我上 让刘总看看咱们的能力 说着 大坤他们三个就开始对我拳打脚踢 还强行把我拖出了宿舍 并把我的私人物品全都扔了出来 然后大坤一脸得意的跑去复命了 我是那时候欺负的人吗 法治社会还敢这样解决问题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我爬起来就报了警 等警察叔叔到的时候 大坤正跟老板吹呢 最后大坤和其他两个打我的人以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了两年和一年六个月 老板虽然没有亲自动手 但大坤他们也是受他指使 最后判了个缓刑 并且赔偿我三十万 你说本来就两千块钱的事 非要给我三十万 我还没办法拒绝 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老板了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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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